最后一个小问题 在科学界有这样一句话 99%的人做了1%的工作 但是有1%的人 做了99%的工作 请问您是前者还是后者 都不是 为什么 为什么要做 您听过这句话吗 因为我 我没听说过 有人说过您平时 是话题中结者吗 什么意思的 就是您说这个不知道 就咔嚓 就终结了 就这个意思 就任何话题 到了您这儿就 stop 就我特别好奇 就是是您有这样的特性 还是说科学家 是不是都不太会聊天 没有了 之前来的科学家 都挺好的呀 这是我的缺点吧 但没办法改的 但是在 王燕是同事的眼中 他不是这样 他跟我们还不熟 我们来看看 跟王燕是熟的人 怎么评价王燕是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工作坊 连续五天都能吃快餐 那快餐就是十五分钟 吃完饭就继续开会 修备完超人嘛 他执行力非常强 永远都是坐最晚一趟航班 感觉他经常不睡觉 因为晚上一亮点 才给我们发邮件 布置工作 第二天早上 还比我们来得早 他每次开合作组会呢 都会挑那种放高温架 或者是大家放假的时候 这样就不耽误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时间 跟他在一起工作压力大吗 大 我会晚上睡不着觉 或者是有时候半夜醒呢 就会想着第二天的事情 刚开始就蛮凶的 去年我们在写科普书 就哪怕是这种 写书这种事情 他也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去核对嘛 有的地方会出现错误 开会的时候 会被他来回骂 来回骂 没敢当他面包演 早上吃早饭的时候 结果他把包放在那里 大家回来一问谁的包 一说是王朗版的包 大家马上把包都拧开 坐到另外一桌去了 王演员 您今天能来这么多同事 我真的挺意外的 来回骂 您这样的存在 给周围人造成的这种压力 您感知过吗 他既然敢当众说这个话 说明他没有压力的 我太多了 我真的不是 我太多了 我现在是 对 小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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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